当播足球快讯我是李思盈 2020年11月21日 马体会恶斗巴赛 星期日凌晨,西甲有场重投戏上演 届时马体会将在曼达大都会球场迎接巴赛的挑战 两队近期表现都不上百中 而且状态还是稳健提升当中 再者双方过去三次交锋评分抽息 今次相遇握手言,和的机会颇大 另外,刚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到目前为止 马体会是西甲唯一一支联赛保持不败的球队 他们目前在小赛两轮的情况下 暂时位居西甲第三 如今黄马同巴塞的实力下滑统治力不复当年 马体会今季系绝对有能力拿到西甲冠军 由于苏瓦雷斯的来到 马体会的技战术和比赛风格也产生了变化 祖奥菲力斯和苏瓦雷斯都是射述极佳 和活动范围广的前锋 而苏瓦雷斯需要队员更靠近自己 球员和球员之间在场上互动更加频密 马体会亦一改此前防守反击的风格 更多会议控球和传递来制造机会 上轮同卡迪斯一翼控球率达67.5% 便足以证明马体会的改变 不过由于国家队比赛 日托雷拉和苏瓦雷斯都感染新冠 今仗他们军没完战巴塞 苏瓦雷斯也没完战旧主 他的决阵或多或少会影响到斯蒙尼的排兵暴阵 幸好球队前锋还有祖奥菲力斯 他近期状态出色 过去两轮联赛攻入四球 而且都是为球队首开纪录 即使回到国家对他 亦延续了在球会的状态 状态出色的祖奥菲力斯 今仗势必来巴塞后防的心腹大患 在欧贯首轮不敌败人后 马体会过去五场各项赛 是拿到四胜一和的不败战绩 期间得失球位13比4 显然马体会目前正处于最佳状态 不过球队目前相病众多 多位球员决赠金场和巴塞的大战 就算是这样 状态出色的马体会 也有能力捍卫联赛的不败今生 阵容方面 后卫维莎尔高 中场域道努和卡拉斯高等人 因伤决赠 朗努高文的入主意味着巴塞 需要推倒重建 球队的整体实力下降也是事实 巴塞目前正处于一个更新换代的时期 战绩不稳定也是预期当中 七轮过后 巴塞紧紧拿到三胜两和两负的战绩 球队似乎需要走一条好长的路 在输了西班牙国家打比后 朗努高文及时作出了调整 将双予归来的澳士文迪比利放在正选当中 法国人用厉害的突破 令巴塞的进攻变得更加有力 欧冠客胜祖技同联赛主场 大炒贝迪斯的比赛 法国人就代系表作 不过不可以忘记美斯的精彩表现 尽管美斯今季入球通常都是12码 但是他在场上的表现 在数据不能体现出来 上轮和贝迪斯一战 美斯紧紧在下半场出战 巴塞下半场四个入球当中 有三球和美斯有关 短短时间内出战就效果立竿见影 彰显距具具星风采 流畅的进攻令巴塞 在过去四场各项赛 是拿到三胜一和的戒绩 另外虽然巴塞在往迹上处于优势 但近年他们同马体会的差距越来越少 过去三次同马体会交锋双方评分抽息 加上今季马体会在联赛依然保持着不败今生 今次巴塞出征万达大都会球场 必定是一场苦战 阵容方面 后卫乌迪迪 中场部司机师同前锋安掃法迪恩相缺陣 多谢收听安播足球快讯 下次再会